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欧布莱特的公开说法 他是这一个反中的强硬派 能然强调美军要加大在西太平洋跟台海的部署 那事实上这能然是备战嚇阻中国的概念 是的 其实这个滨海作战团 这个美国要成立第三个了 这个都还是在传统战争的范围 所以这时候美国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 会不会动用核武 那么最近中国跟美国的所谓展开恶鬼的对话 这个恶鬼check two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政府官员 可是是政府授权的给了学者他们去谈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 然后谈的结果里面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中共的这个方面的学者是向美国保证 就是说他们深信绝对不会在不动用核武的情况下 用传统的战争就可以获胜 那我觉得这整个讯息透露出两点意涵 第一个为什么中美之间只能非正式的恶鬼的这种核武的这个谈话呢 很简单 所有核武落后的国家绝对不会去参加这种所谓的这个限制核武的谈判 为什么他自己还要发展核武 等到中国的核武呢 数量到达了足够跟美国批敌的时候 他才会去参加这个限制核武的谈判 就跟以前的美国跟苏联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打台湾不用核武 这是废话 为什么呢 因为台海也好 台湾也好 地域不大 对不对 我们的地域不大 你如果即便是使用战术性的核武 但是呢 你所造成的这种大大范围的这个伤亡 或是说长时间的污染 这个对我们台湾的人民跟土地都是非常长久的重大伤害 只要中共敢用核武 那么未来台湾会永远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世代血仇会结仇下去 那有趣的是说那传统战争呢 最近中国有个非常知名的学者金灿荣 他是那个北京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 非常有名的网红 他过去是煽动武统论的 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 那个文章是说打台湾要做好准备 他在讲什么 他说呢 这个第一个在所有的战争中 有海向路的登陆战 这种战争最难打 而且呢台湾本身的防御体系做得非常好 从两讲时代就开始了 一路到现在没有停过 现在做得更好 然后呢美国跟他的盟国会干预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些军事专家 这个是金灿荣说的 台湾的防御体系甚至超过以色列 好 如果解放军要动手的话 要做得很漂亮 要有充分的准备 要准备什么 第一个 中国缺乏经济战略自主性 他自己列出数字 他说中国的经济是脆弱的 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去年进口粮食 一亿七千万吨 然后呢石油对外的 这个依赖的程度 百分之七十三 天然气的这个 对外的依赖的程度 百分之四十二 而且还缺乏很多的矿物质 好 第二个大缺点 中国的经济 最大的缺点就是缺市场 依赖国际市场 尤其是美国的市场 然后呢 每年的出口退税的 这个补贴呢 其实呢 都超过上兆人民币 你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 这就是寄星级的名言 当你控制能源 控制石油的时候 你就控制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当你控制粮食的时候 你就控制世界上每一个人 当你控制货币的时候 你就控制全世界所有的金钱 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三件事情 好 更后面呢 这个金灿荣 他已经在踩红线了 他说除了军事跟经济准备之外 政治上也需要统一 目前国内对于 是否要采取非和平手段统一 这个选项 态度还不是完全一致的 哇 这个他也敢讲 他在说谁 想了半天 最近的 当然就是解放军嘛 对不对 火箭军就是不想打仗嘛 才会被整个整顿嘛 那个刘亚洲就是说打仗难嘛 所以说才会被抓被判刑嘛 好 在最后 更有趣的 这个金灿荣说的 他说我们要尽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 很多国家是完全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对于这一点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把它落实 知道金灿荣在说什么吗 好 倒过来说 美国去两次这个发动伊拉克战争 全世界至少有80个国家 出兵 出钱 出物资 帮美国人打仗 倒过来 这一次呢 俄国打乌克兰 全世界有超过50个国家 对不对 出兵 出钱 出物资 包含武器装备 帮乌克兰打仗 金灿荣在说的是 如果中国打台湾 换你中国到国际社会上去吆喝了 谁会出兵 出钱 出物资 出武器装备 帮助你中国打台湾 这什么意思 一个中国原则 国际社会上口头上支持而已 国际社会上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中国是没有伙伴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明杰刚刚看到美中都在打造高超音速飞弹军备竞赛 对高超音速飞弹当然美中都在权力发展之中 那当然主要用这一个难以防备的方式 那要集成对方不管是陆上或海上的目标 那刚刚谈到说环台军演美军要集成一勺四万吨 等级的两栖突击舰 这个塔拉瓦号 那其实老早之前 先前其实前几年就被发现说在中国的新疆塔克拉马甘沙漠 其实中国就设置非常多的标靶 那本来从过去尼米兹集 那到这个不靠号神盾舰 后来这个马萨尔卫星2021年其实就已经拍到说 有一艘等于全比例1比1美军福特级福特号 等于说最新的这一个核动力的这个电子弹射航母 那就这样的标靶就已经出现 我们看到它为什么讲说它是福特级 因为主要是说上面基本上福特号 有四条的电子弹射轨道 后面两条前面两条 那另外你看它有三具这个升降机 连长度334公尺都一模一样 那所以当然就是看起来在仿造 那要用来这个模拟攻击福特级福特号 那不过在这个三年前 这样的一个卫星画面释出的时候 当时这个是用比较像是水泥打造出来 一个平面的一个不是算立体的模型 后来又拍到比较新的是说 连全尺寸的立体的模型可能都现身 而且同时铺上了轨道 那最近这个美国媒体是进一步 有这个同商业卫星看到说 有一艘他们认定这也是福特级 不过我比照一下 其实整个形状太一样 除非它把箭手的地方去掉 因为它前面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突出的地方 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福特级 其实它前面你看到箭手这个地方 这个跑道 其实这里是突出来的 但是它这个模型 基本上没有前面这个箭手这一块 当然也许它的这一个 等于说比例上面来讲还是一样 那同时上面确实也发现 应该也是电池弹射的这个跑道 那重点是说这一个模型被发现 上面已经牵穿百孔 似乎已经被导弹袭击过这样的画面 那更特殊是说下面铺设的这个轨道 为什么铺设轨道 因为它模拟 这个航母在海上航行机动 也就是说它在打击这个目标的时候 这艘船舰应该是在机动的方式 就打移动目标 这个在单道飞当来讲确实是非常困难 那这一个画面 如果说它不是模拟伏特级 其实它也不是像这个美军 两栖突击舰最新的美利坚级 或者是这个黄蜂级 那我看起来还比较像是日本的出云级 出云号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画面到底是不是伏特级 美国媒体截读说是伏特级 不过基本上来讲 我们都不知道它尺寸多少 重点是上面的这一个 这个甲板上面有包含舰岛周边 都是这些弹孔 好那这一个动作是代表 共军包含我们刚刚谈到说 高穿速飞弹东风27 或者是说更新的东风27 甚至过去传统上来讲 用这个东风21D东风26 能够直接打到这个标靶 那这个其实都还是个谜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对外公布画面 我们刚刚讲 你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到时候它集成军演 一定会有现场画面出来 你可以看得清楚说 它是用什么飞弹去打 用什么鱼雷把它集成 那都是真实的场景 但是老共这个部分 这个完全对外是封闭的 那所以光透过这卫星罩来看 是不是真的 共军已经有能力 透过这一个远程的弹道飞弹 来把它这个美军的航母 给集成 这个部分我觉得 可能只有美方 重要的行政部门才有办法研判 因为它必须透过说 这个空中的卫星 直接抓到 譬如说你这一个 发射东风21D 在什么地区 发射飞行距离多远 然后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命中标靶 那美方这个部分并没有也进一步对外曝光 所以共军的导弹性能 是不是对美国的航舰产生一定威胁 我认为美军是以最坏打算来看待 所以过去你看 从前两年开始 美军航母只要进入南海 它的机动的这个航路 其实就不是走过去 有时候不走巴士海峡 有时候从菲律宾的中部穿越 其实它就不断的在变换位置 同时你看这个福特级 福特号过去在验证的时候 其实它海上机动的一个路线 它也不是全部都是直线走 所以你刚才看到 那张照片上面铺设轨道是直的 它是模拟说航母只会直直走 航母当然会转弯 所以要击中它 有非常多困难的地方 包含像半导飞弹 重入大气层会产生黑障 末端的这一个 能不能真的锁定目标 那更不要讲 美军的一支标准的CSG 航母打击群 它有非常多周边的护卫舰 那伯克级它的防空系统 其实非常的强 那某个程度绝对也可以 大量拦截 这些所谓中国来袭的 这些弹道飞弹跟导弹 那美军当然是希望 不要有任何飞弹凸穿 这个防空网 来袭击到美军的航母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中方跟美国之间 当然有非常多的攻防 都在进行之中 那当然回到刚刚讲的 其实环太平洋军演 这一次模拟打 这个斯万顿级的 这一个塔拉瓦号 当然就是针对 零七五来进行 那零七五的本来就是仿造 过去美军的黄蜂级 那更不要讲说 前一阵子其实勇敢之论 我们也才讲到说 他打了一艘 这一个克里富兰号 而且用最新的AML 这一个等于说是 没有驾驶舱的 这个海马斯多岸火箭 发射系统打了两枚PRSM 也是精准命中 那同时其实更早之前 你看美飞肩并肩的军演 过去也只是这个石兵操演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第二年 都有实际的这个SIM SIM CAKES 就是集成演习 都拿实践来打 那所以这个刚刚还谈到说 还有一个最近才曝光 原来还默默的进行 不只是这个肩并肩 这些军演 勇敢之盾 还有一个叫MASA 这一个新的 也是美军陆战队 跟菲律宾陆战队 那动用四架F35B2 丢了七枚GBU32 雷射导引炸弹 也是在魔灵攻击船舰 所以我们强调说 美军最近近期这些演习 全部都是以打中国船舰 为目标 所以你来我往 你看中国老早就设定 这个假想敌的目标 那更不要讲前一阵子 连这个美军的空军基地 那有30架这个模拟 这个F35跟F22战机 也拿来做标靶的这个打击 那所以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为什么美国要加大 跟菲律宾的合作 那菲律宾驻美大使 罗默斯讲到说 菲律宾出借给美国基地 必要的时候 如果今天台海爆发战争 菲律宾会出借美国使用 其实这老早 本来就是这样打算跟安排 因为本来有九个基地里面 你看其实是五个 是放在旅宋岛 是离台湾更近哦 只有四个是在南海 在美国目的很明显 那菲律宾当然也不戳破这一点 这个部分你可以拿来跟 这一个北京政治上面来较劲 那当然还有更重要 就是说未来 这些反舰飞弹 部署到菲律宾 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中国拥有 所谓地理上传统上面的优势 其实就会被抵消掉 因为你看今年这间 并肩进驻的堤峰 未来把这一个 PRSM最新的这一个 能够集成军舰的 这种的飞弹 如果射程扩充到1000公里 等于说他从菲律宾 就可以直接袭击到 台海跟南海这些中国的舰队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在开战之前 都是在相互威责跟克组 那真正的飞弹性能 其实真的投入战场就知道 那中国怎么吹嘘 怎么拿标靶来打 其实我们看 都不如这个美军 直接公布实际的画面 要来的让人信服 那当回到台海 其实我要补充一点 最近共机扰台 确实有一些异状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在6月21号 那有41架共机 那6月26号 有35架共机 比较特殊 中间35架 有33架跨越台海中线 这个是比较罕见 一个礼拜之内两次 他用联合战备警循的名义 那发动 那对台用这个军机 这个包围的方式 在对台施压 那特别是 21号当天 其实有这个航路 还逼近到台湾南面 等于31海里 算是最近的一次 那这个部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 第一个当然是 是在对赖清德政府施压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共军特也在玩把戏哦 他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把这个空中机舰 海上的机舰 训练的范围前推到台湾周边空域 其实他每天在这里 就过去训练在台海中线以西 现在他把训练区域 推到台海中线以东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平次的共机 这个越过台海中线呢 那主要目的就是说 他其实每天都在做训练 就是训练 但是必要的时候 他就把他定义为 他使联合战备警训 是一个演训 是一个演习 那用这来威责台湾 那另外一个他也企图 用这样的方式来封控台海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观察到说 台湾确实海空的预警空间 是被压缩 那今天还有一架 这个E3B的美军预警机 应该是从冲绳过来 直接飞到西南空域哦 那这个网络上有听到说 这个中国共机哦 那对他进行广播说 他已经入侵到中国的空域哦 那到底是西南空域已经算是中国空域 还是真的接近到12海里不得而知 但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已经把台海当成他的内海哦 那美国当然也利用这样的方式在突穿 那所以为什么汉光演习 要这一个颁布所谓ROE哦 接战规定 就是说今天如果 上级的军令断链的情况之下 连飞弹的连长直接可以下令发射飞弹哦 都是因应这些所谓预警压缩 那更进一步哦 最近也有这一个网络上传出说 这个中共不只对台用基建的方式来进逼哦 连两栖登陆作战各方面 其实也都开始在做准备哦 那不只是说零七五本来打造三艘 现在也增加到第四艘哦 那还有包含像最近传出的是说 有一型新型的两栖登陆坦克哦 其实他应该是说新型的轻型坦克哦 其实就是外观非常像过去的154坦克 那154坦克其实好几年前已经传出来 那真正他列装真正放的这一个战场 并没有看到是在台海周边 而是在印度 过去中英边界冲突的时候 他把它放到高原上面去使用 那主要因为他轻型哦 所以机动性相对来讲比较高 不过他的这个火力相对也比较弱 因为他真正的主力坦克99A哦 那重达50几顿哦 那主炮是要两五口径 那虽然火力强 但是也很笨重 所以过去来讲 他要让他真的能够度过台海 其实非常困难 你必须用两栖载具 到这一个台湾的直接你夺一下港口 然后用行政下线 才有办法上得来 否则你用两栖抢摊是不可能哦 有种重型坦克搭载过来 所以他现在这个延改哦 比较新型的哦 等于说重只有35吨的154坦克哦 那主要也是用于便于 他用两栖宠物登陆舰 或者是这个气垫船来搭载 不过这个部分呢 其实台湾当然早有因应哦 那过去为什么买那么多标枪飞弹 托式飞弹 其实要打就是这些目标 因为过去啊054哦 这两栖登陆车 其实他的这个装甲这个防护 非常的薄弱哦 那所以过去本来哦 用这个我们的M60就可以对付 那未来他如果154坦克 真的列装哦 那用来台海的情况之下 那台湾不只说 有这些反装甲的武器哦 那最近其实台湾 我们也对外曝光说 我们的这一个云豹甲车 改腰动主炮的哦 这一个新型的八轮哦 这一个主战坦克哦 这个部分哦 他的机动性 绝对要比154要来得更强哦 那当然他高度比较高 D2的样车曝光哦 外界都直接说 作战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哦 那有一些问题哦 所以未来当然 这个国军也在全面的 而一个强化 我们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明姐刚看到中飞的冲突 还在恶化 不过中国要求日本停止插手 对不管是在这个南海 或者是因台海啊 这个中国的威胁哦 我们观察这个美国 不管是海军空军哦 权力哦 以集成中国海上舰队为目标之外哦 那晋级这个美军非常多的军演 包含像陆战队 跟连美国陆军哦 也都在以这一个呃 中国船舰为这个加想敌 跟这个集成的目标 那最近哦 这一个美军哦 那联合日本举行的勇敢自盾 2024的这一场军演哦 那美军特别是美国陆军 又秀了一手 这种远距精准打击哦 集成大型登陆舰 哦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战力哦 那美国陆军哦 宣布说他先前在6月16号 那其实分别哦 这一个跨域哦 这个距离非常的远哦 从日本跟关岛一直到帛琉 再验证一项哦 那跨这个多领域哦 那等于说远距的这一个 征收海上目标 然后在这个进行哦 那精准的这一个海上打击哦 这样的一个演习哦 那这场演习非常的特殊哦 因为他这个整个范围 涵盖非常广哦 然后横跨到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哦 那包含像 譬如说他这一次哦 出动第三领域 第三多领域特遣队哦 属于陆军的 他先从关岛的这个 安德森空军基地哦 释放哦 一枚这个高空气球 那以这个5万尺的 这样的一个高度哦 那持续哦 像这一个 等于说帛琉哦 其实距关岛1300公里哦 那以这样的高度哦 那到帛琉附近的空域哦 那对海上进行哦 目标的获得 包含像水面哦 这些征收 那主要是锁定说 先前他其实 这应该是从这个 美国军航拖去 其实这大非洲章哦 这么远的距离哦 那拖了一艘奥斯丁级的 克里夫兰号 1.7吨 这样的一个重型 等于大型的 这一个两栖船户登陆舰 那先前我们谈过说 这非常有可能 就是在模拟打击哦 共军的071哦 那两栖船户登陆舰 那再从这个安德森空军基地 又释放了一架 这个叫做香草 其实这名字非常可爱哦 因为这一香草无人机哦 那它是这个公司叫香草公司 所以它就叫香草无人机 那基本上过去啊 美军多次测试 它非常的厉害哦 它可以连续 在空中哦 八天不加油哦 那这一次飞了27个小时 同时到这一个 帛琉附近的空域哦 那作为通信中继之用哦 那主要是说 透过高空气球上面的感测器 然后标定哦 这一个海上的 这一个靶件之后 透过这香草无人机 再传递给 那部署在这个帛琉 有一型非常特殊 等于是过去海马斯M142多光火箭哦 那改装的这一个无人载具 叫AML 自主多领域发射车哦 这一型的发射车 其实我们看一下 过去这个海马斯多光火箭哦 海马斯基本上是一个发射的 一个系统跟载台哦 那这一型的车辆 过去来讲前面有人驾驶 你看他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人驾驶哦 这是去驾驶舱 等于用远端遥控的方式哦 他可以让他这个规划 他导航的路线 自主来这一个 前进到他的阵地 那这个远端遥控 当然跟在开遥控车一样 这不是太难的事情 但是问题在于说 上面的这一个发射载台 要能够顺利标定目标 然后同时启动发射 中间有个环节 飞弹就出不去 所以他去年 今年五月其实就已经在亚利商业州这张照片 他在做这一个测试 测试新型的AML AI自主的这个发射载台 那发射了六枚的这样的一个 新型的PRSM的这一个导弹 那射程基本上过去来讲 可以到499公里 现在有反舰型 据说可能会跨越到1000公里之远 那测试这一次 它是带弹头的训练弹 连续打了六枚都没有出问题 也都精准这个集中目标 那这一次把这样的车 塞在C13栋运输机里面 直接飞到帛琉 然后在那里部署 部署之后透过 我们刚刚讲的高空气球 结合无人机 然后把这一个 它要打击的把舰的目标 直接这个讯息传递给这个 比如说它的指挥部 然后再透过这样的一个 无人载具发射车 直接发射 有带弹头的PRSM 连续打了两枚 两枚都百分之百命中 那所以这一个动作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军就是在测试 未来在太平洋战场 这么横跨这么大的海洋 跟空中领域 数千公里的距离 它可以从远端直接 进行精准海上靶舰的打击 这无非也是在这个跟 等于说中国展示说 美军绝对有这样的能力 能够击毁 这一些中国这个威胁 不管是在台海或南海 这些船舰的目标 那还有包含像 这一次PRSM 基本上来讲 这个等于说 它是精准打击飞弹 本来过去它是 我们知道 这个海马斯多弯火箭 那传统来讲 GMRLS 它是这个射程 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火箭弹 在乌克兰战场上 看到美国援助给它 那进一步后来提供给它 射程比较远的 叫ATSMS 射程可以到300公里 但是300公里 基本上还是属于 短程的战术导弹 虽然可以做敌后终身打击 但是现在美国 当然进一步要开发 距离更远的 因为过去受到INF 中程半岛这个条约的限制 美国的飞弹射程 不能超过499公里 那现在当然先前川普推出 所以我们看到 连提风中程飞弹系统 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美军又多了 一把长舰 等于说未来PRSM 它的射程 如果可以提升到1000公里 甚至可以带这个多模的巡标器 可以打海上的移动船舰 目标情况之下 它等于有至少 两种以上的中程飞弹 可以来对付中国船舰的 这些威胁 当然克主力也相对来讲 更为提升 那除了这个海上的打击 的火力之外 另外水下 在这个等于太平洋地区作战 但水下的这一个战力 特别是潜见的战力 当然也非常的重要 那前一阵子 其实已经曝光的 有一型这个DARPA 美国这个高等研究所 跟诺格合作打造了一型 叫Meta Ray 鬼扶轰 这一型大型的 无人水下载具 这个UV 那最近被发现说 在加州海军基地曝光 那一张空拍照 直接俯瞰 看拍下去 看起来它的外观 跟这一个一架太空飞船 甚至是第六代的 逆中战机非常像 但是居然就是停靠在港口 浮在水面上 那这一型的 这一个鬼扶轰 其实它在今年的 大概三四月 已经完成水下初步的测试 包含其实它基本上来讲 专专益益展13.7 那这蛮大的算不小 大型的水下的这个载具 不过基本上来讲 它是属于模组的话 它可以拆紧 也就是说它可以透过 不管路上或海上运输 那投放到这个固定的海域 那直接可以透过 它上面其实是设有 这一个对面的控制 也是螺旋桨推进 所以某个程度 它还是需要电力 但它的优点是 它利用这一个水中 可以上浮跟下浅 这一个浮力 那可以进行滑翔的过程中充电 那等于说可以进一步 包含未来 如果它的仇载能力 比较强的情况之下 不只是说 现在可以初步带感测器 来对水下增浅反浅 未来甚至可以布雷跟扫雷 那甚至如果把它大型化 都不排除 可以直接携带鱼雷 那它优点是无人跟自主化 那只要比如说固定 它可以锚定或潜伏 在某个这一个航道 那包含像这个中国船舰 可能通过的这些固定 可能攻台 它假想的这些航道 基本上在这一个 等于说它的一个 制海时间非常长 又经验能力非常强的情况之下 可以对这一个中国船舰 进行水下的这个突袭 所以这个动作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美国权力 当然都是以这一个 集成中国潜舰 中国的这个船舰为目标 那当然你来我往 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 这个针对性的大动作 当然不是挑衅 因为先前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老早就在新疆的这个靶场 其实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标靶 包含像先前曝光的 连这个最新的福特级 这样电池弹射的航母 1比1的比例的标靶都有 那另外更不要讲 博客级 那连日本的这一个 等于说预警机 也都有类似的模型 最近卫造又发现 有一座这个仪式 应该就是这个冲绳基地 美军的这个空军基地 那上面部署了 可能应该有到30架左右的F-22 跟F-35战机的这个模型 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部分看到有部分模型 已经毁损 那所以这个外媒也认为说 这可能就是包含像解放军空军 利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目标 来进行诈射也好 甚至不排除过去 他用导弹或寻衣飞弹 对这一个美军的机场进行打击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可以老早就发现 中国不只是对台 有这个并吞的企图 也有全面跟美军开战 像相关的一个 可能作战计划跟想象 所以美军近期不断的测试 实际用这个模拟 实际的把船来进行 所谓的海上的这个精准打击 其实我们观察 在反制上面 其实也是刚好而已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库宇刚看到的是坎佩尔谈中非的冲突 对那坎佩尔的调子 抓得很稳 他的意思是说 菲律宾呢 他并没有要寻求冲突 所以他对这些冲突的处理 非常的谨慎 他们不幸并不希望跟中国发生战争 他们在寻求对话 也是好话说紧了 但是那个动作还是要非常的坚定 这个就是很明白了这个 温言玩语 老罗斯福的名言 温言玩语 但身怀大棒 这个后面准备好了 那么他最近菲律宾把布拉姆斯飞弹 全部都往巴拉旺那边调 这个典型的国际外交作业 那么他坎佩尔在这个座谈里面 他其实还谈到几件事 这个就跟欧布莱恩虽然是不同阵营 但是这个有一曲同工之妙 他还讲什么呢 他说最近照他的观察 俄罗斯总统普丁 最近去跟那个北韩签约 这个事情让中国很不爽 中国心里发毛 所以这个因为中国跟北韩 他其实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当初这个要继承的时候 金家王朝要继承的时候 中国属意的是他哥哥金正男 然后结果金正恩 这个金三胖夺权成功了 还把他哥哥弄死了 结果这个事情就让中国非常非常的火大 金正恩还说笑话跟川普讲说 那这个我们 这个对我们那么多飞弹 对面那个 我们后面那个 不要都以为对着你们的 我们后面那个更可怕 那个旁边有在他书里面也讲 说金正恩说 那个中国其实更可怕 所以中朝关系并没有大家外面想象的好 这是他的利润基础 那欧布莱恩也有同样类似的说法 最近的谈话里面也在讲说 那个美国 我们这个川普这个上去了以后 我们要加强美国的实力 我们船要自己造 我们的盟友 我们美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大能力供应全世界 所以各个盟国都要来帮忙我们 大家要一起来 然后有足够的压力以后 我们要想办法去分化他们这个邪恶轴心 就我来看 这个当然政策上面 大家都是有这种想象力 但是就我来看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象 这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危险的想象呢 因为它表示它的思考还没有拖出基辛吉 基辛吉整个的低档政策的概念 它就是我要分化 那所谓的这个共产集团 所以我就要拉一个打一个 什么叫分化 我就拉一个打一个 那请问他现在要拉谁 要打谁 好 那么这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人家也经历过 拉一个打一个 现在又重新 破镜重圆重修就好 人家会不会给你分化 那人家可能中间的裂痕是不是演给你看 那是不是让你放松了一个 然后缩紧了一个 然后放松一个 然后结果他们在中间取得空气 就像 就像这个对付俄罗斯一样 你只敢对付一个俄罗斯 你在封锁一个俄罗斯的时候 禁运了一大堆中国在往他身上输血 然后当你把中国也封起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在找了一个来 跟你输血 你这样一个一个玩不玩 然后这个事情会造成了 美国的这个战略空间呢 他会不断的被辞职 他的行动会不断的被辞职 然后对方就是说邪恶轴行 他一直有空间去操作他的东西 其实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的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欧布莱那中间 讲话中间也有讲到一件事情 他对于这个拜登政府 当然很不满 现在又快变论嘛 大家都在都在 宣举语言都出来 他就认为说 这个美国 这个拜登政府对于乌克兰的资源 太慢了 这一点倒是对的 这我一直在讲说 打仗 这麦克拉斯的名言 战争是什么东西 战争 只要开始战争 胜利无可取代 他就是要 要以最快的速度 消灭对方的有声力量 所以你如果要供应一个国家 像比如美国供应乌克兰的时候 一开始就把现在所有东西 或是提早把这些装备啊 那种武装啊 一次性的给它到位 组建好了以后 我整支部队 或十个旅 或是几个旅 下去当作主力部队 我吃掉 那这个 俄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整支部队 被成见志歼灭 那时候老二就傻眼了 不论面子李子他都输不起 但是拜登政府不敢这么做 为什么不敢这么做 因为俄国是核子大国 他怕普丁真的给我按原子弹下来 可是你这个恐惧马上会被别人发现 那当你逐次用兵的时候 那俄国人就获得喘息时间 你看每一次作战都非常惨烈 但是没有决定性 好这一点其实是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应该要提醒美国 台海战争没有这回事 台海战争如果照这样子打 那大家都打不完了 好 那么 所以这个欧波莱恩他们这些讲话呢 他讲了一件事情 那他其实这件事情要反 他们也有在反省 比如说二战以后 整个的国际格局或冷战格局 都是美国在供应其他所有欧洲国家 甚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武器 那时候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他做得到 可是现在不是 美国的生产能力在衰入 但是其他的国家在成长 比如说韩国 韩国的现在的外销 已经是军工外销 已经全世界第四大了 那韩国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K9 那这个自走炮 K9自走炮52倍进 那射程可以打到50公里 那如果用增程弹 或者是那个 那个制导炮弹 可以打到100公里 那价廉物美 一辆大概300万美金 然后这个 这个东西呢 据说已经卖出700多 700多辆 然后最近还跟澳洲签约 连澳洲都要跟他买 而且还要在澳洲生产自走炮 那这个都是韩国的胶 便宜又大碗 那韩国人是 这个是他的代药车 全部自动化 里面还有机器人装填 然后韩国人是怎么做到 这个是韩国的神工监设飞弹 那他当初做这个飞弹的时候 LG公司下面的一个 一个单位 一个做军工的单位 他去跟了这个美国 买了刺针飞弹的红外线巡标头 然后回来改 改了以后呢 他觉得是蛮好用的 就装上了神工飞弹 神工飞弹据说 那个效能 比刺针还好 然后他再拿来改一改 改一改呢 然后他又变 装上了那个五寸的 比较大颗的 那个五寸火箭 那五寸火箭上面 他装上去 有时候拿来对地 装上直升机啊 装上什么地方啊 拿来对地 然后结果 去年还是前年 到了那个美国的陆军展里面 去展给美国人看 美国陆军觉得 这好东西啊 那就叫他们来投标 美国陆军也要采购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军工企业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 欧布莱恩所讲的东西 如果要实现 它不可能是由美国去 再由美国去供应 全世界的国家 而是由世界各国 都有生产能力的国家 大家联合起来 统一规格 大家都可以互相戴要 什么东西互动 这样子大家才能达成 协力的效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创下刚刚看到的是 雷清德回应了北京 非常阿爸的22条台独 相关的这一个条文之后 仍然定调 中国不应该任意画红线 其实现在主流民主国家 相挺台湾 然后要来台湾访问 若毅布局 今天赖兴德接见的是 美中经济安全检讨委员会 前段时间他们也发表一个白皮书 特别讲到中国对台湾的很多的威胁 然后接见了他们这些代表 赖兴德当然在场里面呢 感谢这些友人对台湾的支持 然后他们是经济安全嘛 所以赖兴德也希望呼吁他们回去美国之后 能够协助台湾跟美国正在进行的 21世纪贸易倡议 能够加速推进 但是赖兴德也提到了 包含是现在分裂国家法的22条 然后还有在我们周边的各种的 不断变本加厉 越来越多元的灰色地带作战 认为说这个东西 台湾其实面对到的是 威权主义扩张的变本加厉 然后面对这么全方位的灰色作战 特别的认为说国际上不应该允许 中国继续在对台湾全方位的划红线 这划红线划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的中国呢真的是变本加厉 而这变本加厉 连日经亚洲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在外交上咄咄逼人 更加强硬 他们特别关注到的是 最近呢在中国里面其实 存在感也不太高的 国务总理李强 出访马来西亚 那出于马来西亚之后 跟马来西亚见完面之后 发表了首次联合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联合公报 而这联合公报里面 联合声明里面竟然特别强调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裂的一部分 为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马来西亚不支持台湾独立 而这段话里面 为什么会让日经亚洲 还有很多人关切呢 是因为呢去年3月的时候安华也去北京访问过 当时没有特别讲国家统一这四个字 然后呢1974年马来西亚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当时建交里面用了措辞 跟美国跟中国的上海公报一样 是马来西亚认知中国宣称 中国是唯一的中国 但是现在都改了加了国家统一 而日经亚洲再去发现说 今年以来呢习近平还有中国 在外交上这条红线 还有这个态度越来越强硬 包含是苏利兰的总统 4月访问北京 然后四道几内亚的总理 埃及的总统 通通在他们的发表的言论里面都加了几个字 国家统一 那这里面呢其实华盛顿分析师 包含马歇尔基金会的葛来仪 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现在的心态 已经从他白讲反毒触统 反毒他已经不满意了 他现在目标就变成要触统 所以要逼近触统这件事情 而在触统里面呢各种行为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说六月份里面几乎平均每一天 有四艘中国的海警船 会侵劳金马嘛 但是昨天呢更特殊 他是直接是六月第二次进入金马的禁限制海域 但是特殊的是清晨五点 这个叫做浮小突击 这个已经进入了是战争的一个准备动作 因为清晨五点 他过去还是大白天 在大清晨的时候浮小突击 所以代表中国这种灰色地带 步步近逼切香肠越切越多 然后越缺越多之外呢 另外呢开始要甩锅 其实中国没有要去破坏现状都是美国的错 所以我们前几天讲过了 金融时报不是有一篇说的报道吗 说是那个习近平曾经跟欧盟讲过 跟那个欧盟讲过说是美国在骗他 所以亲那个北京央视的李鸿又出来了 他找了台湾的游子祥 中国的一个学者 然后直接就讨论说 是美国又死台湾中国攻台 然后呢开中民意 李鸿是怎么讲的 台湾媒体报道 所以看这个甩锅到台湾 说美国正在诱骗大陆对台开战 借以迫害两岸和平 辞治大陆发展 他才会想的是台湾媒体哦 所以就是台湾媒体 然后标题就是诱骗大陆攻台 美国设了新陷阱 其实你就看到说 他们把现在所有的状况里面 都要甩锅 都是美国 中国并没有这个用途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完全在作为一个混淆视听的一个状况 而这个甩锅里面呢 最重要就是说 现在这个状况是因为外部势力干涉 所以呢我们前面讲的呢 他们二高三部不是公布了 反分裂国家法的22条吗 美国国务院正式出来谴责 说这个叫做中国是破坏稳定 而且特别提醒中国 威胁和法律战 无法和平的解决目前两岸的所有分歧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 马上跳出来 跳出来直接的谴责定调说 你看这个就是外部势力 在对中国内部的事务说三道四 可是我们最近台湾比较关切的 说三道四是什么 是就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在台湾的某个政论节目里面 说三道四 然后这个新闻出来到今天为止呢 国台办的反应好快哦 今天国台办就出来了 痛斥这个是台湾网军做的假新闻 可是呢事实上中国的媒体在台湾 可是陆委会证实有这件事 正在调查中 到底是陆委会比较有公信力 还是国台办大家各自有评判 大家心里也知道嘛 对不对 然后国安人员呢 特别讲说其实在这段时间 其实十几年以来 渗透台湾媒体大概有五个方式 事实上呢 当马英九在当年就担任总统之后 两万呢在胡锦涛是在和解 第一个呢 确确实实 我们有很多媒体的空的摄影棚 或是当时不要用的摄影棚 借给 租给中国的一些媒体 然后做一些自播节目 然后呢 当然其实是蛮正常的 正常民主国家都这样子嘛 但是因为九年之前 我没有讲说辽令号是废铁之前 我常常去 所以九年之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去了 我印象中 就只有两三家特定的媒体的摄影棚 是租的 像你的媒体就没有机会租给他们 你们就赚不到这种钱 特定的两三家 就是有时候你去录那些节目的时候 楼上楼下跑 就特定的两三家 然后又有特定的地方呢 比如说像十百名乎 不是也租了一个办公室吗 很多国际媒体在台湾租嘛 特定的媒体 也会提供一些办公室租给他们 然后这个东西好吧 就是经济行为嘛 然后经济行为再过来呢 但是你对于新闻内容的指导 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根据反胜痛法 你应该揭露 你要揭露 如果你是因为置入信息销 你该就要 那个节目你要打一个新华社冠名 对不对 这样子大家就 老百姓就知道 这个红色反胜痛法嘛 要揭露你的来源 所以这个东西就引起争议 那另外一个争议是 开始大量的要求 跟他们接触过的媒体 或人员加入微信 成为群组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然后对于一些意见 谁说这里面就可以进行的 是不是有指导 但是国安会谈到这个 代表着国安会也盯上了这件事了 然后再过来另外一个呢 就是常常要邀艳请客吃饭 然后这个过程中收集情思 记者也会这样干 但是邀艳请客有没有其他的额外 因为中国大陆呢也很喜欢请台湾的名嘴 请台湾的新闻负责人到大陆去 然后到大陆去呢 待遇非常好 但是因为我没有台胞证 所以我都没有去过 我听说有去过的几家酒 好像反应是不错的 可是这个东西里面呢 更特别的是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清楚吧 那查清楚如果你是业务部 你是节目部 你是自路性行销 你就是冠名嘛 但是还在查的过程中 立法院里面 民进党昨天在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陈玉生的反应很奇怪 陈玉生说他是刚好路过 可是都被拍到 他在墙外听必听了好久 然后才进去 而今天呢 许巧新又来呼应 许巧新一大早呢 又跑到民进党的记者会会呢 拿尺量了 我在一空尺之外 我不是路过 这是我的权利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 对于这种媒体说三道事 而国民党立委的反应 也让人家觉得 实在是非常不合常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明杰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完之后呢 北韩又射飞弹 对是 这个北韩 金正恩今天上午清晨的时候 又朝这个朝鲜半岛东面 日本海这个地方 又打了一枚这一个飞弹 不过根据南韩的情知 发现这枚飞弹 大概飞了250公里之余 在空中就自己爆炸 算是一次飞弹试射失败 那南韩研判这非常有可能是在北韩发展中 这种固态燃料的高超音速飞弹 那过去来讲 今年4月其实他也曾经测试 这一型叫火星16E 那高超音速飞弹 那飞了大概1000公里的距离 那当时南韩研判说他飞行过程中有做变轨的动作 所以研判应该有可能是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那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八次 那射导弹向南韩示威 那更不要讲前两天 那又继续持续利用这些垃圾气球 那大概有350枚之多 那空飘到南韩各地 那连人川机场都受到干扰 中间曾经因为这些垃圾气球 暂停起降三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这些专制独裁国家 这些所谓灰色行动的这些手法 其实不管多低级都做得出来 那北韩这些动作 他主要他就在这个反批说 主要是在这个美国 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罗斯福号访问釜山 这个动作非常的挑衅 那更特殊是说 这一次南韩总统尹席月 在25号也登上这个罗斯福号 那在这个舰上强调说 这个美方 这个航母访问美国 是对南韩的这个安全承诺的表现 那强调说南韩跟日本 跟美国三个国家会继续合作 那对北韩形成这些莫大的 这个威责能力 那你可以看这些动作 从这先前 这俄罗斯总统普丁不是访问北韩 那现在美国航母 那访问南韩就不行 那这些专制独裁国家 包含中国在内 都是相同的这个思维 就是自己可以别人不行 这种霸道的这个主意 那来压迫别人 那这一次驻函美军比较特殊是向外展现了 算是第一次对外这个地面展示公开 一型非常特殊的叫AC-130的这个炮艇机 它昵称这个幽灵骑士 其实美军内部甚至称它叫做死亡天使 那为什么这一型的这个炮艇机 会有死亡天使的称号 其实过去来讲 它空中曾经 我们看到这画面 它后面打着热烟弹出来 从后面就像是这个天使的一个 这一个翅膀一样 看到它上面配备非常强大的这个火力 它左侧基本上来讲 过去找它其实基本上有非常多的型号 现在是AC-130J最新的这个改进型 过去来讲有AC-130U 甚至还有AC-130W 那目前来讲数量非常少 只有22架 你看这个左侧这画面 这是现在J型是30的这个链炮 MK-44的30链炮 一分钟可以打200发 那过去来讲 那本来曾经也装备过像20的这个火 20公里的这个火神机炮 甚至是40的高炮 那130J它是改成30的链炮 那火力非常强大 主要过去来讲 用英雲这一个特战的 这个密资空中火力的支援 也就是这个CAS 对这个反恐作战来讲 非常有利 那这个部分其实比较特殊 它上面其实还装设了一门大炮 腰洞五行 腰洞五这个毫米的这个流炮 那这一型的流炮 这次并没有试射 当然火力也不小 那过去三年链炮 其实稍早前 今年稍早 我们在美飞 尖兵尖联合军演才看到 同样A-113年的炮领机 也现身在空中 直接用这一个链炮 就打烂了 这一个在海面上 一艘这个鸡鱼船的靶船 那直接沉没 那它其实现在更新 就是过去它只有这个机炮 榴弹炮 这些火力 那现在新型的J型 它未来 应该是现在就具备 它可以这一个挂载 包含像AG-114 这个低火飞弹 甚至包含像GPU-39-53 这些随小直径的炸弹 也就是说它还有 可以发射飞弹的能力 不过它因为过去主要 是这个英明特种作战 那这一次为什么 在乌山基地 南韩的基地要特别现身 其实非常重要 它是跟南韩跟美军的特战部队 在做联合的演讯 其实就做给金正恩看 这一型的炮顶机的出现 也表示说美韩 有斩首行动的相关准备 那对于过去讲说 北韩如果敢动用核武 马上就铲除金正恩的政权 也是直接做给金正恩看 那这一型的炮顶机 基本上来讲 腰动武的流炮 其实现在过去反恐所用 现在比较少用到 所以美国空军特战司令部 也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它拆除掉 甚至换装包含像火力更大的 这一个要两栋的毫米 这样的口径的流暴 不过这些都对于中国现在的威胁 美国空军内部有另外派思维说 未来恐怕用不到 那甚至先前也考虑过 要这一个让它搭载 这一个基载的高能雷射武器 不过又测试之后发现说 在空中要持续标定一个目标 一分钟以上其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计划是取消的 不过接下来有可能会换上 挂远程的巡翼飞弹 未来甚至不排除 能够具备对中国远距打击的能力 所以SE13-J 这个炮顶机的现身 当然对这个南韩在威褶北韩上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那接下来美日韩先前我们看到 首次进行三国的海巡 联合的军演之外 那近期紧接着 因为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到访 那要进行美日韩三国的 联合自由之任的军演 那要进行所谓的联合防空 包含像最近这些飞弹情资的分享 都不断的在测试之中 那更重要当然是应验北韩的 这些所谓核武的威胁 那我们观察 普丁先前6月19号访问北韩 那现在南韩媒体认为说 双方还签力建立了一个 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南韩媒体解读说 这无非是俄罗斯直接承认 北韩是永和地位的国家 那这对南韩来讲是非常的 这个强大的这个威胁 所以南韩现在国内其实 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个 叫永和自保论 就南韩自己应该也要发展核武 而且这个盖洛普民调 高达72.8% 都赞成南韩自己要拥有核武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 当然有美方的压力 因为美方是希望核武不扩散 所以尹齐悦政府也出来 强调说他们会继续遵守 禁止核武扩散这个条约 那主要要加强美韩之间 在这个所谓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上面 双方如何强化比较重要 所以新设了一个核武资商的小组 那美方也会定期 像去年开始 就已经透过这个战略核潜见 恶害二级 那部署到这一个南韩 那在南韩或者第一岛链周边 来威责北韩的威胁 不过针对这样的一个 核武保护伞的概念 是不是能够满足南韩的国家安全 那南韩的国家情报机构 他的智库 最近其实提出了几项建议 那认为说 这个乙齐越政府 其实应该针对整个 几个核武可能发展的方向 必须要讨论 第一个当然现在在做的 延伸保护伞的部分 未来更详尽的内容 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也要让南韩内部知道 那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可能考虑 让美军在南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 因为过去1958年 其实美军也曾经不只在台湾 过去在南韩也曾经 透过部署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这个战术导弹 后来当然因为撤离 那所以现在南韩并没有 所谓的核武 另外还有一个讨论的方案 是有没有可能跟北约 用相同的核共享的方式 因为过去美军来讲 他的这个战备部署的 这个核弹头 大约莫400枚B6112 是部署在德国 有时候会转到 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这就是这个核共享的概念 有没有可能未来 是用这样的方式 跟南韩来延伸所谓的 核武保护伞 那最后还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南韩自己 是不是要必须发展核武 这个部分 那现在因为受限于美国 因为现在美航之间 有所谓的协议 我就是说今天如果南韩 进口包含像这个 这个又燃料这些 可以发展核武的 这个重要的这些 这个资源的时候 可能必须跟美方智慧 跟讨论 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 那双方进一步达成共识 最后如果说 没有办法发展核武 是不是也让南韩能够 拥有所谓的潜在核武的能力 这些部分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部分 因为其实跟前面讲的都有关系 因为现在南韩也在关注美国的大选 未来到底是川普还是拜登连任 入死谁手 目前不知道 所以南韩智库建议说 可能要考虑 如果万一川普当选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以这一个要求 南韩加军费这样的理由 第二个 如果不加军费 有没有可能撤离驻韩美军 更重要是说 未来如果核武保护伞的概念 川普当选之后 那不愿意继续的话 那南韩恐怕就必须要 自己拥有核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请订阅分享